種葉滑的在上 然後這個圓的底在左邊一張 然後接下來滑的在上 尖的在左邊 就是這樣交叉 好交叉完之後 取1 3處這邊微重心點 然後折成一個杯子狀 折成一個杯子狀之後 我用左手拿著這個上面的葉子 接下來先裝一匙的飯 把我們的肉香菇料放上去 稍微讓它往下扎實一下 之後再加入我們的上層的飯 好了之後 葉子在右手邊 把揉手大拇指食指稍微捏一下 葉子的左右邊 讓它變比較窄 之後右手把它蓋下來 蓋下來之後 這裡葉子也包住 這樣它才不會往外跑 跑了之後把多餘的葉子 往回折 再把它捏住 好這個就我們的肉粽的形狀 捏了之後拉一條繩子 我都會從上面一點點 先繞一圈 一圈 兩圈 好兩圈之後勒 先打一個結 先打一個結 再打一個活結 這裡繞上去之後 這個繩子拿過來 之後繩子把它勾出來 有沒有 那你就要用活結 好 今天來做炸冰淇淋 準備兩片吐司 選擇自己喜歡的冰淇淋口味 再挖半球 放在吐司的中間 再把兩片吐司疊在一起 選擇一個自己喜歡的形狀容器 把它壓緊 使勁的壓 再壓 再壓 就會得到了一個圓圈 這樣子就完成了 兩片吐司可以做出一個炸冰淇淋 再放進冷凍冰一個小時後 就可以開始炸囉 加入一些適量的油 再把冷凍過後的炸冰淇淋放進去 阿一定要記得要小火 不然就會像我一樣燒焦捏 大概五到十秒就可以翻面了 是不是超簡單 而且準備的食材也超少 超方便 大人小孩都會很喜歡的甜食 就算炸 soap 再翻面了 Йôn 入滅 再翻面 在 Spirit 入滅 入滅 水 入滅 水 入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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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ıl滅 user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